受肺炎疫情影响 大家都不能够出国消费 花莲远东百货特别克服万难 把日本直送的物产运到了花莲 举办经典度最后一场物产展 叫做红钱文化物产嘉年华 现场有青森香水苹果 日本超人气的美食、零食、小点 还有各项的限定商品 让花莲乡亲就算不出国 也可以感受到道地的日本风味 远东百货花莲店在跨年期间 充满了浓浓的日式风格 这是搭配今年最后一档物产展 所做的情境布置 岁末年中 花莲远百推出了红钱文化物产嘉年华 把多项日本限定商品直送花莲 让大家不用出国 也可以感受到道地的日本风味 今年除了日本直送的世界一的苹果之外 我们这次还引进了日本A5的和牛 那也全部都是日本直送的 另外还有日本当地风味的物产 像是雪场蟹啊 或是日本的海鲜 或是生食柱的干贝 生食干贝 然后都在这一次远东百货的 红钱式文化物产嘉年华丽 那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17号 在B1的特卖会场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花莲乡亲好朋友 可以来尝尝日本的风味 感受一下日本现在的风景 那因为现在不能出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特别将远东百货 打造成一个日本城的概念 现场主打色泽鲜艳香甜的 红钱世界苹果 可以连皮一起享用 今年也空运了许多日式零嘴来台湾 包括了日本鸡烧干贝 现烤鱿鱼等 同时还有5A级的和牛系列商品 包括了和牛汉堡 和牛肉包 以及生食等级的干贝 北海道的帝王蟹等等 让乡亲在活动会场 可以享受到顶级海陆高级饗宴 大饱口福 红钱文化物产展从12月31号起到110年的1月17号 除了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元旦假期 还祭出了优惠的活动 要让消费者无法出国的苦闷心情一扫而空 这里会换市报道